爆炸发生之后呢 驻贝鲁特的总台记者赶往爆炸现场 据记者了解 目前爆炸现场的大火仍然没有完全扑灭 救护车呢 依然在现场抢救伤员 除了已知的伤亡数字之外 还有大量人员下落不明 港口附近的建筑物顺损炎著 现在是贝鲁特的当地时间晚上的8点40分左右 我们现在正在赶往这个当地的爆炸现场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尽管爆炸已经过去了两个半小时左右 街上还是异常的拥堵 我们前后都是救护车和救火车 现在他们也是在运送着伤员 连往附近的医院 然后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看到现场的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周边地区的封锁 包括现场的一片狼藉快捺出 现在这个损失肯定是不小的 港口周边道路上每分钟 都有一至两辆救护车驶过 相关区域也被军警封锁 道路拥堵严重 现在是贝鲁特当地时间9点半左右 几率这个爆炸发生已经是过去了三个半小时 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着火的地方 就是大爆炸发生的地点 那么尽管是过去了这么长时间 火焰还是没有被完全的扑灭 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听到 救护车和救火车是从我身旁驶过 那么从街道上的这一片狼藉 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那么附近的很多建筑物包括一些公共车 包括车辆等等都是被损坏 尽管现在还没有公布这个具体的伤亡数字 但是有消息称这个数字已经是上百人 那么现在我们得到的消息 贝鲁特当地的医院已经是 急诊全部都已经是挤满了人 那么所有的救护车将会把伤员 移送到这个贝鲁特外部的医院进行救治 贝鲁特地区医院人满为患 离红十字会号召市民献血 内政部长法赫米在视察贝鲁特港时表示 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 初步情况显示爆炸由港口存放的 毅燃易爆品导致 我们看到这个救护车是刚刚从这个道路上驶过 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这个爆炸现场的 另一侧的道路上 我们可以看到我手边的这辆汽车 它的这个车门现在已经是凹陷 然后这侧的玻璃是完全的被这个爆炸的冲击波浪摧毁 那么前侧的玻璃也是严重的变形 我们不知道这个车里的驾驶员和乘客 是否现在已经被送往医院是否生还 但是从这辆汽车的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爆炸威力 当时有多么的巨大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边 工程车队已经是赶往现场 然后准备清理这些残骸 那么根据现场的狼迹情况来看 整个清理工作可能还需要数天才能完成